在科技迅速发展的年代,科学家们研究出来的成果不仅表现在了生活中,在军事实力上也是有很大变化的。 现如今全球最厉害的军事强国,就要当属是美国与俄罗斯了,而军事力量最强大的国家非美国莫属,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军事大国,军事力量和军事储备是显而易见的多。 不仅如此,美国还在各地都建有军事基地,而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地方,美国在那不满军事基地,威胁着国防,十八世纪是一个整个世界天翻地覆的世纪,经历了工业革命的西方各国都一跃而起成为了世界上的顶级强国,开始了他们的殖民之旅。 而在中国,当权者仍然还坐着天朝上国,的美梦不能苏醒,中国当时处于闭关锁国的情况中,对外界发生了一切都不挽不顾,还在想象着其他国家还过着如毛也邪的野蛮人生活,却不知道长枪大炮是何物。 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扩张他们的资本市场,一度将炮火对准我们中国,而若后的代价就是来打,这也是弱肉强食,逝者生存的道理。 当时的大清统治者自认为是天朝大国,丝毫不把洋人的先进事物放在人里,就是这样骄傲的心态让中国丢失掉了太多的机遇。 比如蓝芳县土事件,乾隆丢掉最值钱的一块地,如今美国在那富马军事基地,威胁着国防,而那个地方就是东南亚西婆罗州,现成是加里曼达,在清朝中后期,朝廷官员越发,得肆无忌惮,贪污腐败事件越发严重,农民起义事件也是层出不穷,受不了清朝统治的百姓们,能够走出去,得大多都去了东南亚讨生。 而在东南亚西婆罗州,当时中国人越来越多,所以建立一个以华人为主的国家,用来保护当地华人的利益的想法,得到越来越得到当地华人的赚统。 因此,出现了一个婆罗州的华人,们建立的兰邦大统治共和国,而当时的总统是罗芳伯,罗芳伯为了保护华人,带领这些华人用了三年多的时间,将周边的原住民打扮。 但是由于此地有大量的金矿,所以荷兰人也看中了这个地方,想法占这里,而当时双方实力悬殊。 所以,罗芳伯马上派人回国,请求进阶乾隆帝,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是想要称翻,并想把西婆罗州纳入大清版图。 但乾隆帝对这些天朝气民不屑一顾,根本不愿意承认这个共和国,直接将它去之门外。 而乾隆就这样丢掉一块最值钱的土地,而中国也错失了在马六甲分一杯羹的天赐良机,如今美国在那不满军事基地,威胁着国防,而中国如今还在为打破美国安插在何处的岛链而忧愁。 清朝当时的所作所为,为我们现在带来了不少的麻烦,所以,你们说是不是很可惜了?